這是他們送我自己的禮物 我覺得真的好用心 就想說一次講課他們還特別準備個禮物給講師 大概是 那個 哈囉大家好我是Felicia 歡迎回到微軟時期做什麼第二集 上一集的影片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 我這一年在微軟做產品行銷的一些工作內容 那這一集的話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三件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專案還有工作案子 那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主要是邀請很多的記者來微軟 然後我們會跟他們講一些現在在台灣的辦公區 是要在就是介紹說Microsoft Teams在這四年的期間 大概功能有哪一些大更新 然後未來會推出什麼樣的新功能 然後最後是講一些關於比較developer的一些相關tools 還有applications 那我這次在這個案子裡面主要有做的事情 就是我當天的任務去展示這些新功能 帶著媒體朋友一同來操作 那我覺得這個案子給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 因為我真的是跟我的主管非常非常密切的合作 討論每一個細節 然後功能我們都一起測試 我們要怎麼跟媒體呈現這些新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合作的過程是讓我覺得 很印象深刻也覺得很不一樣的 這一個警證署的講課其實近期才剛發生 大概是7月底左右的時候 我們去講了這一場線上的課程 那這一個講課之所以難忘 其實是因為它是一個 救活案子 因為我們通常講課的話 業務窗口至少要一個禮拜之前 就要提出這個request 讓我們有時間去做準備 但是這個案子的話 它是禮拜一我們接到這個request 然後禮拜二我就要上 而且是早上9點鐘就要去講 然後我禮拜一那天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時間 去好好準備 因為我那天還有其他工作要做 所以等於是在半天以內 我要想辦法去搞出兩個半小時的課程 然後一次要講四個產品 然後其中一個還是我們公認的大魔王等級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 我這個真的是已經急到不能再急 所以我覺得我是先跟原本要去講的 講師稍微sync up了一下 之後我就再自己去融會貫通 然後去順一下我自己講的國籍 那其實我在講課之前 還有是去查一下警政署的組織圖 這樣好去用一些他們熟悉的名詞 讓他們會覺得說 我是了解你們的喔 我在講這些東西 你們是可以relate 之後其實也都很順利 都結束了 然後也沒有遇到一些太艱困的問題 所以其實透過這一次 整個警政署的講課經驗 讓我蠻印象深刻的是自己的成長 我其實在微染息息的時候 蠻常遇到這種救活的案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自己第一場講課經驗 就是一個救活案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在家大科 因為我覺得說天啊 我才剛進來實習 然後第一個講課經驗就這麼的 七場 寫到去講的是大客戶 那現在過了一年 然後又遇到了像這樣的救活案子 然後這一次是公家機關 所以也是就是很要謹慎的一個場合 我心中其實就很平靜 就我是覺得說 OK好 就這種事情 你見怪不怪 趕快想說 那就先來想辦法解決 後來我覺得 其實他可以順利完成 就是這個 跟產品的關係 非常的親密 因為我以前跟這個大魔王 其實相處非常的久 所以就算說我已經 花了一年沒有碰這個產品 但是我後來回去稍微看了一下 就很快 那些memories就是回來了 任何事情 你只要跟他相處過久 這些記憶都是不會離開你的 然後我覺得也是 這一次我可以很快速的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的一個 很大關鍵 我們一般去講課 就是一個售後的服務 然後我們就要去客戶端 教他們怎麼使用這些產品 但是 因利盛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他們其實是 剛買不久 然後其實員工對於新的科技 是蠻排斥充蠻恐懼的 所以窗口在跟我談的時候 就是很希望說 可以讓他們了解到說 欸為什麼要來使用新的科技啊 這個新的科技 在工作上面 可以帶給他們什麼好處 所以我那個時候 心裡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有點像是從 這種售貨變成去前線 有點像是presells一樣 去說服他們 為什麼要用這個產品 其實透過這個講課的經驗 我發現說 我其實蠻享受那種 有辦法去幫助他人 跟影響他人 就真的像是微軟的使命一樣 就是empower every person to achieve more 然後我真的覺得 那一次講課 有讓我感受到 我好像真的在幫助這個企業 去 achieve more 其實作為一個 產品行銷助理 真的不是單單只是一個實習生 我們也有很多可以去 成就非凡的部分 那這就是今天第二集的影片內容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三件 我覺得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講課還有專案 那我這一年其實真的是 接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工作 所以如果說對於某些其他方面 像是講課或是專案 想要聽更多的案例分享的話 都可以留言在底下讓我知道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也不要忘記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 就是一個袋子啦 其實就是皮革 然後我這時候就覺得說 哇不愧是 時尚 就做時尚產業的 然後東西整個都很精緻